海岸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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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衣 海岸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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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手不踢 就可以看到摆设的桌椅 与各式看板 许多族人昵称这里为凯道部落 以玛瑶、Nabu和Banai为主的抗争团体 为了传统领域化是办法 在凯道部落夜宿超过了220天 至今他们依然坚守此处 黑夜中 艺术家创作的装置艺术 守护着夜宿的族人 隐约要动的心脏 传递着来自各部落族人 最细微却也最重要的诉求 关于生命与土地 关于文化与传承 关于原住民族最根本的价值信念 而这里有个小小的深夜食堂 喂养着坚守不正地的族人们 好 大家好 我叫做Dunabak 毛恩族 妈妈是屏东的马家 台湾族的人 然后爸爸是外省人 浙江人 然后从小几乎在台北长大 所以还来不及 有一些部落的文化薰陶 在身为一个深夜食堂的小小小厨 我觉得重点是分享 重点是分享 然后很喜欢大家下班下课之后 然后我们这边小小堂结束 大家珍惜那个可以好好聊天的那个机会 因为在都市生活长大的我 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跟人好好的对话 毛恩族不仅是小小厨 他还是音乐人 作家和艺术创作者 2015年3月发表第一张个人音乐创作专辑 成为一条河 获颁香港新城国语力最佳新人奖 2016年底 发行枕头上的海浪声音乐小说 是个备受瞩目的创作者 其实因为我很爱烧菜 我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手艺 为大家服务 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当越来越多的部落族人朋友 知道了这边的事情之后 纷纷的都寄送他们当地的食材来 那我想说 那我来烧菜好了 所以凯道的深夜食堂 就这样开始 他们三个人 其实把这个地方 就当作一个部落来生活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其实刚好也可以弥补 我不足的那个部落生活 部落是什么 然后部落可以给你的是什么 那你可以为部落做的又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归属感 说起自己的成长经验 毛文族坦诚很缺乏 但是在凯道部落 他弥补了这份缺憾 只要有空 他就会来这里下厨 寻找成长过程中 空白的部落经验 贴心的他还会依照天气变化 为大家准备适当的餐点 比如这天晚上 因为今天最近这两天突然凉起来了 对啊 我觉得如果可以做一个麻油机啊 在这样的夜晚喝一碗麻油机 比较好睡 因为这边很辛苦 很不好睡觉 好像家家户户啊 只要晚上啊 就会在门口啊 或院子里面 椅子摆一摆 火烤一下就开始唱歌聊天了 那有部落的食物 对于常住在这边的族人朋友 那个记忆会更 会更不一样 而且还可以一解相仇 严肃的话题肯定不少 就会讲说啊 可能今天我们在媒体上面 我们看到了哪些资讯 我们就提出来做讨论 然后Nabu啊 Banaia啊 就常常讲故事 讲他们部落的故事 讲内北路的故事 那老年轻人呢 也可以去分享 他们对于这个事件的想法 黑夜过去了 生活如常的进行者 开到部落前 悄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除了平常举行的 圆转小教室讲堂之外 捷运站后方的228纪念公园 陆续出现一些装置艺术 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艺术展的前置准备 完全比照正式展览的流程 这次在228纪念公园中的艺术展 有策展人 记者会与开幕仪式 简单两张椅子 一块木板就成了桌子 摆上槟榔 米酒和香烟 所有参展的艺术家 向自己心中的信仰助导 期望这一场名为 还原土地之歌 凯道部落艺术接力驻地行动连展 一切顺利 西埃曼丁古院是一个合作 分部合作的文化 好像我们说的 这是艺术家们自发性的号召集结 15组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艺术家们 在这里交渣实实的 驻地九天 我们这群艺术家来自台东 花莲 高雄 台北 然后想要的就是 我们用我们自己对这个土地 对这个议题 或者是对相关的想法 可以用很纯粹的作品来表达 我们自己要传达的 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 是我们台湾岛都那么小 然后我们人跟土地跟海洋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今天每一个艺术家用他们不同的方式 就是有的是用很软的 很软性的素材来做 有的是用很硬的材料来做 有的是用很矛盾很冲突 有的是用很失意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心灵 不同的身体跟土地的能量 来完成这个作品 它是来自意大利的编舞者 Luido Namus 本来是到台湾做一次小旅行的 却在巧遇了凯道前的抗争 在了解没有人是局外人的意思之后 他以身体的书写 来表达对这场活动的感受与支持 从第100天从台到上被 在大雨中被去领到了 我们引到了这个新的部落据点 其实这一路上的过程 真的很像我们原住民族的历史以来 我们的流浪的足迹跟过程 为什么你们的抗议行动 或所谓的街头运动 这么温和 这么美丽 我想其实答案只有一个 因为这是我们自来部落生活的态度 这是我们对待土地的看法 从台湾各地搜集而来的土地买卖刊版 艺术表演者刘依伦透过时尚走秀的概念 展演在原住民族传统领域中的土地销售现况 充满嘲讽的意味 用这个跟我骑到啦啦山 然后骑到新竹 然后之后我又骑到台东 所以我们采取了 拔了很多牌子这样子 那现在 现在身上这些 比较熟悉原住民文化的 你会看到不管是阿里山 重等 花莲那边 尖石 酒足度假美地 你会觉得这些地名 就是跟原住民有直觉的连接关系 但很可惜的 这些地 目前都不是元宝地 他们是 现在都是正在贩售的 正在 正在 四百行 写来不容易 深夜食堂的小小厨毛恩族 也是这次艺术展创作人之一 因为父亲是浙江人的关系 他从小就学习毛笔字 写的一首好书法 善用书法与绘画 他结合诗人杨泽 为凯道部落而写的诗作 成就一幅创作 杨泽老师写了四百行诗 给凯道部落 给巴奈 然后这一次的香港国际书展 刚好杨泽老师也在 然后我也受邀去参赞 我觉得诗 它其实对于生活来说 它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空间 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我在想象 我母亲以前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 所谓的传统领域 那样的一个美好 我觉得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那个心态的 而来自卢凯族好茶部落的安盛慧 阿美族加入兰部落的Honey 也分别提到了自发前来的主要动机 这些美丽的创作背后 都存在着创作者的理念和原初 以前原住民的保留地跟政府 大家都是一样 大家都和平去逛街 那时候就开始原住民的保留地 就像作品一样就开始搬驳 中间那个作品呢 就像现在的政府 对原住民的议题 对原住民的这个传统的意义 都是空心的 就是嘴巴讲一讲 那个铁是冷的东西 再来对前面这个 政府变小了 原住民的保留地也不见了 所以我要表现的就是以前 现在跟未来 我看到人家 把他打我们的那部 然后那个帐篷就是 那个碗子这样子 我真的真的不忍心 然后又看到好多的帐篷 我觉得好像在铺路的感觉 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要做什么 只是那份心疼 就是那份心疼 所以安圣会使用200多天来 在凯道所累积的元素 帐篷 竹子 巧拼 以石板屋为意象 创造出凯道部落的石板屋帐篷 期盼能让在这夜宿的人们好睡一些 也让枯燥的城市多了几分色彩 其实我从小 因为我爸爸的关系 我从小就会看那个争论新闻 对 所以也经历过传说中的美丽岛事件 所以我觉得抗议这件事情 以前对我来讲就是那种很暴力 或者是说非理性 但是这一次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都是用歌声 用舞蹈 用艺术 去传递 不只是原住民族 对于这块土地的关联跟热爱 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手法 可能可以更容易亲近其他的民众 让艺术品成为我们 对于所谓画色办法这件事情 先有一个很柔软的对话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艺术展 比较多的是对于土地的热爱 人民的对抗不一定与暴力非理性画上等号 藉由艺术家们的视角 或许能够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开启更多对话的空间 抗争也可以很美丽